如果告诉你地狱里并不是水生活热 反而是一个要什么有什么 没有生活压力 每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地方 但是代价是失去味觉和嗅觉等感官能力的话 你会想要了解一下吗 听贤哥来给你唠一唠吧 说阿强是一个普通的小白领 生活在一个房价是工资十倍的地方 每天过着996两点一线的日子 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压得他快喘不过气 这天刚下班在等地铁的时候 旁边的一对情侣可能没吃饱 一直在互相清理对方牙缝里的青菜 这成了压倒单身贵族阿强的最后一根稻草 毕竟他也饿了 加班加到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吃 阿强一咬牙一跺脚 从站台上就跳了下去 列车从他身上碾过 阿强被压得稀碎 一眨眼他在一辆破公交上醒来 车上只有他一个人 下车后有个老头来接走了他 把他带到了一处公寓 让他早点休息 明天去公司报到 阿强有点懵逼 我怎么死了还要上班吗 而且这周围也没有个地狱的样子啊 这房子也不用愁了 工作也包分配了 他甚至怀疑自己是来到了天堂吗 第二天阿强来到了公司报到 没想到这个公司居然是老板人好 同事和睦 工资高 福利好 还不用加班的超完美公司 奇怪的是中午午休的时候 阿强走到街上 看到面前的铁栅栏上 竟然插着一个人 可是来往的行人却熟视无睹 清洁工就像平常扫垃圾一样 把人抬走后淡定的打扫干净地面 除此之外 阿强晚上来到酒吧买醉 可是怎么喝都没感觉 来到厕所却听见有个人在抱怨说 喝酒也喝不醉 吃什么东西都没味道 真没意思 我就想问一下 大哥你在厕所吃啥呢 阿强听他说的跟自己的情况一模一样 于是就起了好奇心 从酒吧出来后就跟着他 一直走到一个地下室外面 从地下室里传来一阵音乐声 这是他还在人间的时候经常听到的音乐 阿强回到家开始思考 就想自己是不是死掉后没有了感官 第二天就故意用切纸机 切掉自己的手指试试 其实我想说 你要是想试试有没有痛觉 抽自己一巴掌不就可以了吗 切掉手指后阵阵暖流 喷涌而出 钻心的疼痛真实的不能再真实 不一会儿阿强就疼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自己的手已经被包扎好了 工作人员还专门送他回家了 可这当他想拆开纱布看看时 却发现自己的五指姑娘又完整了 这诡异的事情一件接一件 阿强想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哪 于是就开车来到了之前下公交的地方 果然等到了破公交又送来了人 在公交开走后 阿强开着车疯狂地追了上去 可是地上只留下了一条断裂的车胎痕迹 难道公交上天了 探求无果的阿强只好接受了这个世界 开始自己找点乐子 他看上了自己的同事小翠 上来就尬聊一波 可是没想到对方居然同意了跟他去看电影 最后还邀请阿强到他的别墅坐坐 阿强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既漫长又忙碌的夜晚 然后他俩就好上了 小翠是个富婆 还给阿强配了台跑车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后 阿强又感觉索然无味了 于是他责任感爆棚 秉承着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原则 他觉得自己还能再照顾一个女孩 于是又勾搭上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小金毛 他们俩一起看电影 一起在长椅上吃冰淇淋 阿强仿佛找回了恋爱的感觉 于是就打算和小翠分手 小翠听他说要分手后 却是心如止水般的平静 还跟他商量分手的日期 见小翠答应的如此痛快 丝毫没有难过或者愤怒 阿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他马上捧着花来找小金毛 在高级餐厅跟小金毛说 他和小翠分手了 他们现在不用躲躲藏藏的 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可是小金毛的态度也是很迷 就是无所谓的感觉 而且他心里还装着别的人 阿强本以为自己是海王 没想到自己只是别人 鱼塘里的一只海王吧 想到这儿阿强又崩溃了 又来到地铁站 之前没吃饱的那两位 居然也在这里 阿强也不管那么多纵身一跃 跳进了铁轨上躺好 然而他已经死了 就不能再死第二次了 可是疼痛感却不会消失 他被反复的碾压 最后疼得受不了 阿强拖着稀碎的身体 回到了城市 被工作人员带回了家 阿强的身体第二天就恢复了 晚上他来到了之前 听到音乐的地下室 房主让阿强赶紧离开 可是阿强就好像没听见 还在屋子里找那个声音的来源 结果发现是从一个洞里传过来的 那边不仅有洞听的音乐 还有饭菜的香味 甚至是孩子们玩闹的声音 就和房主商量一起挖过去看看 经过几天不眠不休的挖掘 两人终于是看到了一丝光亮 阿强把手伸过去 洞的那边是一个温馨的小屋 阿强抓到了桌上的面包 这时外面有人把他强行拖了出来 原来是这几天他们挖得太吵 邻居就报了警 即使被抓 阿强吃着手里有味道的面包 还是抑制不住的兴奋 那边真的就是人间啊 电影最后发现了秘密通道的阿强 被扔进的那辆破公交的行李舱 等他再出来时 发现自己来到了真正的地狱 其实这部片子反映的是 北欧那些高福利社会下 人情淡薄 没有压力 没有动力 阶级固化 人们生活的就像在一个超完美的地狱一样 而我的看法是 请快把我送去这样的地狱吧 快点等不及了都